大家好,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皮肤科的林明仙医师 我们想要来请教一个疾病,叫做肝癫 肝癫很多人听到,可能都不知道这是怎么样的疾病 肝癫它是一个皮肤病,那它带给肝癫患者最大的一个影响 是在于他的身上会出现红斑 而且红斑上面会有一些又厚又白的一些皮屑 那从头到脚都可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如果我是一个严重的肝癫患者 从头到脚都是一些明显的红斑 甚至会有一些明显的头皮屑啦 然后手脚搓一搓,有一些屑屑跑出来 那带给患者一个外观上,还有他的内心都是很大的一个冲击 听到癫,大家很多都会担心说 这就是跟骨癫、体癫,还是比较像是黴菌感染的疾病 那肝癫也是这样子的疾病吗? 肝癫跟刚刚讲的一些像身体的骨癫、体癫其实不一样的 肝癫它不是传染病 所以不用担心说自己有肝癫传染给家人 那我们也不用刻意去回避一些得到肝癫的患者 是的 那为什么会有肝癫呢? 肝癫部分最主要是身体的一些免疫系统失调状况 出现一些自体免疫系统的一些反应 然后导致一些皮肤的一些外观变化 肝癫其实有高达三层的患者会有关节疼痛的一些现象 那我们叫做肝癫性关节炎 包括一些小关节或是一些大关节 膝盖这些也都会有 膝盖甚至一些脊椎的部分都可能会出现一些疼痛的现象 酸痛的现象 除此之外呢 肝癫患者有一定的比例 会出现有一些三高的现象 包括血糖膏、血压膏、还有血脂肪膏 那患者的部分也比较出现一些腰围比较大啦 或是比较肥胖的状况 甚至呢 肝癫患者比一般的人有更高的比例会出现有心肌梗塞 甚至会是有脑中风的状况的一些风险 也比一般来的高 那听起来是一个非常麻烦的疾病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治疗的选项呢 OK 肝癫目前的治疗部分的话 包括有几个常见的治疗方法 首先药膏 药膏选择其实就很多了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包括有紫外线的照光治疗 那还有一些传统的一些口服的吃的药 包括一些免疫制剂 或是一些调整一些皮肤性成代谢的一些药 那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患者的话 我们会使用一些调整免疫系统功能的生物制剂来做治疗 这些部分都是可以提供肝癫患者 一个很完整而且理想治疗的一个方法